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10号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南京召开长三角地区台商座谈会 了解当地台资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 以及台商对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意见和建议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忠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出席了座谈会 来自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人议会 以及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台资企业协会会长 台商代表5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忠表示 长期以来大陆方面一直积极支持台资企业发展 为应付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大陆方面出台了专门扶持台资企业的政策措施 特别是去年12月宣布的加强两岸合作 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十项政策措施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分别在两到三年内支持台资企业融资 1300亿元人民币 鼓励和支持台资企业自主创新 两岸实现空中海上直航和通游之后 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为台资企业发展和两岸经济合作 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江敏昆表示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当前台商生产经营面临挑战 海机会将与海协会加强沟通 让台商更好的了解大陆 帮助台商的政策措施 共商化危机为转机 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更大发展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陈水扁律师团向台北地方法院 申请蔡守逊法官回避 遭到驳回之后 律师郑文龙表示 将在12号向台湾高等法院 提出抗告 陈水扁律师郑文龙表示 更换法官违反法定原则 同时蔡守逊在执行职务上 有偏颇之余 因此将请求高等法院 撤销地院的原裁定 郑文龙还说 虽然羁押抗告已遭到驳回 但不会放弃 将继续申请高院撤销积押裁定 或申请交保停止积押 台湾警方2008年11月 以贪污等罪嫌 对陈水扁提出起诉之后 台北地院承办法官周湛春 两次裁定陈水扁无保释放 引发各界争议 台北地院随后依据相关规定 将全案并给审理 无出帧积要费的法官蔡守逊审理 陈水扁再次遭到积押 陈水扁律师团 向地院申请猜手讯回避案件审理 遭到驳回 律师团决定12号向高等法院提出抗稿 据台湾媒体报道 10号台湾前财政部门负责人 现任世界先进公司董事长的林全 举行临时记者会 首度证实说 陈水扁执政期间曾经打电话给他 介入有关人事问题的处理 10号台湾前财政部门负责人林全 终于出面证实 陈水扁曾打电话给他 要求让陈敏勋出任大华证券董事长 打电话给我 对 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在当时是跟他讲说 这个开发是有很多大的子公司 小的子公司 这个大的恐怕是有困难 那时候是说希望还是到这个安排 林全说他再三考虑 还是没有办法让陈敏勋 接管大华证券 只好协调当时101大楼的董事长 把他的位置让给了陈敏勋 报道说林全这次召开记者会 是因为日前台湾行政机构出台了 二次精改调查报告 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水扁 并提出将陈水扁时期的部分政部官 移送检调单位和监察部门进行调查 而林全是民进党执政时期 任期最久的财政部门负责人 在二次精改中他也是主要执行者 被认为肯定会在调查名单之列 就此林全表示他可以理解外界会质疑他 也愿意接受最严格的检验 林全的说法得到了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的权力支持 我会选择相信林全部长讲的话 蔡英文表情很平静 看来并不意外陈水扁会介入人事案 不过他选择相信林全的行为没有违法 我们还是以这个林全部长讲的为准 那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是说 在行政上的处理应该是没有缺失的 有评论说蔡英文首度对前任官员的 批贬言论回应力挺 是因为贬家的种种争议行为 昔日的同志已经没有办法选择沉默 台湾中国时报10号披露了 陈水扁家洗钱案被告 元大证券董事杜立平日前选择自杀的真相 杜立平因供任代表元大高层 送过两亿现金到陈水扁住所 又供出吴初贞曾指示他 协助搬运7.4亿现金的过程 对侦办陈水扁家弊案有很大帮助 2008年11月29号被交保释放 台湾特征组9号传讯了杜立平 以及另外两名证人 调查陈水扁家洗钱及相关资金流向 杜立平向检察官透露 吴初贞在他获得交保的当天 透过律师李盛雄发表声明 说只收过元大2000万元政治现金 而非2亿元 这让作为中间人到陈水扁家送钱的他左右为难 因此萌生了自杀念头 后被家人发现获救 在杜立平获救之后又主动向特征组 供出吴初贞在去年8月间 把他叫到吴初贞的新著所创政 要他只能承认2亿是政治现金 不能说出搬运7.4亿现金的事情 杜立平的证词最后成了法院裁定 积压陈水扁的具体市政之一 特征组已经考虑将杜立平转为污点证人 会依法请求法院基于减轻刑责 对于中国时报的报道 吴初贞的律师李胜雄11号对外表示 吴初贞对杜立平自杀的做法一直不能理解 国民党前名义代表李庆安的美国国籍风波 并没有因为他的辞职而平息 台湾特征组主任检察官陈云南10号证实 根据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的检举 特征组已将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 欧宏廉列为被告 特征组透露 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邱毅莹等人 2008年12月10号告发欧宏廉 引逆美国方面有关李庆安是否具有 美国国籍的公文 涉嫌引逆公文和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 特征组表示 李庆安涉及的美国国籍案 正由台北地检署侦办当中 民进党方面控告欧宏廉 特征组依照相关法规进行了分案处理 但根据目前的案情来看 传唤欧宏廉的必要性并不高 特征组也表示 经过调查之后 如果检举内容与法定构成要件 有明显出入 会对案件予以牵截 好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日前首届马尾台湾商品年货展销会 在福州马尾台湾商品市场开幕 此次展销会展销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 展销台湾出产的水果 食品 茶叶 烟酒 化妆品等 3000多种商品 来自台湾本岛 金门和马祖的 25家台湾客商参与了此次年货展销会 台湾连江县县长陈雪生表示 两岸实现大三通之后 福建民众可以吃到 台湾当天采摘的新鲜水果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 在两岸大三通之后 马尾成为两岸经贸交流 先行先市重点地区 通过这次展销会 将进一步提高 马尾台湾商品市场的知名度 从而丰富整个福建地区的 台湾商品市场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最近的台湾政坛围绕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庆安 是否有美国国籍的事情 吵得沸沸扬扬 民进党多次召开记者会 要求李庆安辞去民意代表的职务 并且退回任职期间 1亿1800万元新台币的收入 1月6号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要求立法机构在一周之内 做出对李庆安解职的决定 那么李庆安的美国国籍 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进党为什么紧咬这个问题不放呢 国民党对这个问题 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今天我们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 邀请台湾的两位嘉宾 共同来分析 一位是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 江明清先生 一位是台湾的时事评论员 李建南先生 欢迎二位 李永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在我们探讨之前 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 原国民党籍立委李庆安 由于美国国籍仪式引来争议 8号下午 他召开记者会 宣布辞去立委之务 李庆安表示 他可以自己承受压力 等待美国方面的调查结果 但他不忍心 因为他的事情 在立法机构 引发蓝绿阵营的冲突 也不舍得让同人承受压力 制造社会纷扰不安 因此决定辞去立委之务 我的心情其实十分的沉重 我的案件被利用来绑架总预算 制造社会的纷扰和不安 如果真的是闹成这个样子 叫我情何以堪 所以经过昨天晚上彻夜的思考 我决定今天正式宣布 辞去我立法委员的职务 不过民进党人士认为 李清安并没有认错 9号上午民进党人士 仍然按照他们预定的计划 在台湾立法机构门口 举行抗议活动 要求李清安把从政14年来 所领的上亿元新台币的薪水 全部吐出来 而台湾警方为了避免 冲突事件的爆发 特别在立法机构周边 部署了大批警力 李清安今年49岁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 长期从事媒体工作 1994年进入台湾政坛 从1998年开始 连续担任四届台湾立法委员 李清安的问政风格 温和理性 曾因敢说话 有勇气 专业敬业 操守家 被推选为表现最佳的立法委员 按照台湾的相关规定 担任公职的人 不得拥有外国国籍 2008年上半年 李清安被媒体爆料 拥有美国国籍 此后 民进党便利用这个问题 不断向国民党施压 引发台湾蓝绿阵营间的冲突不断 那么李清安是否有美国国籍的事情 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给爆出来的 李清安的所谓美国国籍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江教授 其实对李清安来说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根据目前台湾的法令 是不可以拥有美国国籍的 也就是说 你要在台湾服公职 不可以宣誓向美国效忠 这基本上涉及到忠诚的问题 那李清安什么时候取得美国国籍 跟他什么时候被爆料 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日期 李清安在1985年取得美国的绿卡 在1991年正式取得美国的公民 也就是美国的国籍 变成美国人 他的身份是美国公民 但是李清安在1994年 进入了台北市议会 担任市议员的工作 有趣的是 1995年4月11号 在台北市议会的第七届 第01次的定期大会第10次会议 这个会议当中 他特别执行当时民进党 担任副市长的陈诗梦 李清安质疑他说 为什么你有美国的国籍 还担任台北市的副市长 成和体统 那这个是记载在 台北市市议会的议事录上面 当时李清安对于陈诗梦 是非常严苛的 真的是昔日戏言 深厚事 今朝都到眼前来 就在2008年的3月12号 台湾有一家周刊 披露了李清安 有美国国籍这个资料之后 3月13号 民进党召开记者会 对这件事情加以谴责 3月18号 就是很具体的时间 民进党采取了法律的动作 到台北地检署 控告李清安 诈欺 甚至不当的截取公款 还有所谓的贪污的嫌疑等等 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 当然一连串的事件就开始发生了 那李先生我想请问您 对于李清安所谓的 这个美国国籍的问题 台湾的舆论普遍看法 是怎么样的呢 台湾的舆论 在这个2008年 有两件事是不分蓝绿 一致谴责的 一件事8月14号 陈水扁瑞士洗钱案爆发 陈水扁公开道歉 说他犯了法律上的一些错误 这件事第二天 不管是蓝的报纸 绿的报纸 通通谴责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12月24号 那么美国国务院 公布了这个李清安 的确拥有美国籍 虽然他后面有一些诞书 但那个并不影响 李清安有美国籍这个事实 所以也是不分蓝绿的报纸 一致谴责 首先我们看这个联合报 在12月28号 他的一个评论 他是讲说这两个党 他认为这两个党 都是相怨 伪善 弱弱 以及罔顾正义 然后他说 这两个党就把公益 当作是一个斗争对方的武器 而自己却不能伸张正义 那么在这个报纸刊出以后 当时李焕 这个中国国民党 就请出李焕 叫李清安自我 申请退出中国国民党 而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 立法院也想优先处理 李清安的解责案 结果你看 中国时报这边评论 跟联合报 几乎是相同的一个题目 认为两个党 都不愿意 民进党不愿意 陈水扁切割 国民党不愿意 李清安切割 都无怨无悔的 一路相挺 然后让一个政治是非问题 被搞的是 是非不分的 一个无解的问题 所以到这个时候 那个民进党 他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星期五 包围立法院 你给 而且是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 带头 带你去包围立法院 结合本土势力 包围立法院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李清安 他低估了 民进党 死缠狠打的 这个能耐 民进党是抓到 你一点小撮 会一直攻你 一直攻你 他低估了 民进党的这个能耐 那李清安的这个 美国国籍 爆出来之后 民进党 一直是在大作文章 紧咬住不放 过去七个月来 亦有风吹草动 民进党就群起的围攻 不断地召开 记者会来公布 所谓的一些调查证据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二位 民进党紧咬李清安的 美国国籍问题的意图 主要是在哪里 我认为民进党 紧咬李清安的 美国国籍的问题 最重要的策略当然 就是以小博大 本小利多 甚至有小亏大 进一步地从点扩张层面 简单地说 对于李清安的美国籍 如果能够有效突破的话 那下一个阶段 就要直倒黄龙 直攻马英九的 这个所谓 永久居住权的绿卡问题 所以对李清安来说 李清安在民进党的眼中 是马英九的马前族 刚好马英九姓马 如果马前族能够垮 马前尸体的 那马英九的防线 恐怕就进一步地被冲毁 他要进一步地去对 全台湾的民众 甚至民进党 接连二三的攻击 灵力的攻势 要进一步要见招拆招了 加上目前台湾的经济情况 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民众的失与力 节纪攀高 恐怕马英九 面对这个问题 会相当相当的难看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这是一个在2008年 一月份跟三月份 失去两次重要选举之后 全面溃散 加上这一整年来 在陈绿扁所谓的洗钱贪污的压力之下 一直喘不过气来的民进党 从李静安身上看到了一丝光 尝到了一点水 就好像大地震之后 民进党被埋在土堆瓦砾当中 那么突然间看到一丝光线 那个希望当然就燃起来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 他们提出告诉的方式非常的强烈 而且在政治法律上双限动员 在法律上 他们在三月十八号向台北地检署 提出了这个控告李静安贪赌 也就是他们控告李静安是 根据台湾的贪污之类条例的第五条 第一项第二项 他们说李静安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 这个至少是七年以上的本刑 那么当然经过这一阵子的检验 从三月十八号到十二月 确实有出展破 因为十二月在2008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 李静安宣布暂停他立法部门委员的职务 而且不领薪水了 进一步在十二月三十号 李静安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到了2009年的元月五号 他被地检署将李静安列为贪污被告 让他出海出境 那么对民进党来说 这无疑的是一场 这个贪头跑抢贪成功的一个胜利 所以我认为对民进党来说 这是一个从点突破变成面的重要的战略 就好像在摔柔道一样 那么不论是这个立法权跟行政权 现在都被国民党拿到 国民党现在在政治上像一个巨人 那民进党现在失去了重要政治资源之后 就好像一个比较个头 比较矮小的搏击选手一样 他如果想要打败国民党 必须用柔道的方式找到策略点 而这个策略点在此时此刻 就是李静安 那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说 民进党这个时候把李静安 美国国籍问题拿出来炒作 也是想让各界 把集中在陈水扁身上的这个关注点 再拿出来一些 放到国民党的身上 那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意图在里面 我想请问一下李先生 民进党是想把香蕉跟苹果硬比在一起 我们知道西方有一句话 香蕉跟苹果是不能比较的 李静安的案子跟陈水扁的案子 是不能比较的 但是呢民进党呢 他就有这个功利 他就说了陈水扁被押了 为什么李静安不押 两个人都是违背政治论理 都骗了人民的钱 那都是以亿计算 因为李静安那个不能这样算 因为他助理领的钱 但是把他都算下去亿计多 他说这个呢也骗了上亿的钱 为什么李静安不押 那个陈水扁押 然后呢 为什么陈水扁办 办得那么快 而李静安不办 连法务部长王清风都承认 李静安的案子不应该拖了两百多天 那么最后呢 民进党呢 他是一字三伙 那国民党是一字三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监视就把这个 把这个苹果跟香蕉比在一起 把李静安的小二 跟这个陈水扁的大恶呢 硬扯在一起 所以这次的怨气呢 被这个民进党呢 趁机利用 所以星期五包围立法院 是以本土势力为主 也就是这么一个因素 然后呢 硬把他们两件事情 比在一起 然后呢 也要呢 就说在这个 打了李静安以后呢 后面的矛头 就会对向马英九 那也有的评论认为说 陈水扁的贪腐的弊案呢 是民进党的最痛 那李静安的美国国籍案呢 是让国民党暗自叫苦 还不敢喊出痛 那么国民党的痛处在哪里呢 江教授 对国民党来说 基本上他们没有办法 这个立刻有效地解决 李静的问题 当然是有一些难言之隐 这些难言之隐呢 有政治上的考量 有情感上的考量 甚至有一些隐晦难明的 莫名其妙的 不确定感的恐惧感 那么第一项 所谓的政治上的理由 就是过去 李庆安的父亲李焕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早期是党政军 曾经全请一时的人物 他的旧部跟他的朋友 到现在在政坛上 虽然大部分已经凋零退休 但是仍然存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是其一 其而是李庆安跟李庆华 两位兄妹 在政坛上经营着非常久 李庆安担任了将近四届 那么李庆华也差不多 在立法部门 都有一定的地方的经营 而且他们平常 对选民的服务也相当良好 所以政治上 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不论是李庆华 或者李庆安形象 都算相当的清新 也是一个很好形象的 这个民意代表 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支持者 那么这是政治上的理由 可是如果从这种 比较隐晦难明 情感上的因素来看就是 国民党过去习惯的传统文化 就是以和为贵 比较难听一点就是霍基尼 比较好听一点就是以和为贵 因为国民党多数的政治人物 都相信正通的前提要件 是要人和 如果想要正通 一定要人和 那既然要人和 就何必与人为敌呢 所以在国民党内部自己人 要自己人来开第一枪 砍第一刀 基本上做不下去 这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很大的不同点 在过去 最后一个是大家有一些 隐晦难明甚至比较担心 恐惧的问题 就是投鼠忌器 如果国民党内部 勇于处理理清人的问题 而且能够干净利落的话 大家会担心说 那万一目前在执政的马英九 他的一些问题 目前也没有厘清 如果李清人的问题 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那马英九的问题 会不会出现一些两难呢 因为马英九的姐姐 跟马英九的女儿 都有美国籍 虽然马英九不一定有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 可是他曾经拥有过 这个拥有居住权 这些问题会不会达到马英九 其实在国民党内部呢 仍然有许多爱护马英九的 死忠支持者呢 会担心害怕 那么基于政治情感 跟对于马英九的 这个爱屋及乌的感觉 所以国民党对这个部分呢 仍然采取一种 以托代变的方式 不过就用李清安 在日前开记者会所承诺的 他的事不会脱过1月31日 那刚刚江教授也提到说 李清安在任免疫代表期间呢 他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选民呢 也是比较认可他的表现的 那两位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清安这个人的个人情况呢 李清安我跟他算是私交 算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李清安比我小一岁 李清安是1959年 一位17日出生 他的祖籍是汉口氏 他的父亲当然各位知道 就是李幻 而他的母亲 事实上也担任过民意代表 那么李清安的学经历非常的好 在那样的家庭之下长大 他高中念的是台北市最好的北一女 那么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念的是 新闻传播学院 就是政大的新闻系毕业 后来到了马里兰 美国的马里兰大学 念的也是传播学院的学士 从1984年开始 李清安就担任了中国电视公司 跟中华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新闻主播出身 那么政治世家 培养非常长久的一位 后来转换跑道 变成政治人物 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 那当然因为他的形象 非常非常良好 结交与各个方面的英文人士 也都相当的熟 所以基本上 在媒体的关系上 其实也都是相当的成功 将他自己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 如果是进行形象牌的人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白纸最怕的 不是更白的白点 而是黑点 在所有的白纸当中 只要点上一两点黑点 所有人注意的焦点 都在那个黑点上 而不在99.9%的白上面 到目前为止 底下来解释 仍然还是没有非常清楚的交代 那么跟他很好的朋友 包括目前在台湾 很有影响力电视台的女主播 或者是董事 我们在几次见面场合当中 大家都觉得说 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为什么面对这个问题 他不能够有效地快刀斩论吗 当然问题就是 如果他这时候承认了 他确实有美国国籍 那代表他1994年以前的 到现在的这些前段还回去 表示如果你现在硬撑到底 说看让美国国务院 会不会出现奇迹 也许可以拖到 再过三年以后 能够拖过三年 他的任期结束 这个问题也可以结束 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 在民进党一轮猛攻之下 已经陷入了一个 进退围股的情况 这时候如果承认了 代表他今年之前全部都是错的 他过去犯了错 但是他没有承认 但如果他现在不承认 造罪完全底牌被掀开来之后 恐怕你现在付出的代价要更高 我们总结的说 其实对这么样一个 非常努力用功的民意代表 形象非常清新 加税非常好 学经历都俱加了一位 这个媒体人跟政治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 其实真的是事不关己 关己则乱 一旦乱了之后 我们要恢复他过去的政治元气 目前看起来在政治上 他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法律上他要如果去让自己的损害控管 跟风险控管降到最低 这应该是目前李清安 面临到最迫切最棘手的问题 好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NB在美气色非凡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来介绍我们现场的嘉宾 第一位 给品贵非凡的男人 西奴尔南庄 万家门业 一个世界 一个家 更真的笑容 更多的机遇 更新的义乌 我的梦想就在这里 中国义乌 一万里 走不出爱的时空 大连是我心中的永恒 千里万里 走不出爱的时空 我是大连 浪漫之都 时尚大连 酒的皇朝 酒的经典 NBST 一个高品质的按摩 能够让我在喧哗过后 不赏一份 所以自己的年轻和放松 选择荣泰 选择高品质的生活 选择荣泰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 荣泰 大连 建设全球 软件和服务外包 新领军城市 新思维 新服务 普发银行 让两岸心生更近 让海峡相互联通 海峡两岸栏目广告 由中市金桥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本栏目广告 由中市金桥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